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孩长到六岁 你可以看看他老了以后是什么情况 真的这么灵光吗 我们一直在讨论说大人能不能打小孩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回过头来去想想 这小孩为什么老挨打 这样就对了 你看同样的小孩子 有的很少挨打 有的就经常挨打 然后你从这个经常挨打的小孩 你可以看到他长大以后 他的人际关系通常都不会好 他跟他的上司处的 跟他的同事处的都很别扭 这时候就可以想象得到 那个比较乖巧的小孩子 他也会做错 怎么不会做错 但是他就会躲 他就会想办法 少挨打 这个从小就少挨打了 那长大以后 他在人际关系方面 通常都比较和谐 那你说那这样不是命定吗 一切都是定的吗 也不一定 你看我们到大以后就要去想想 我小时候是什么状况 像我自己就好了 我小时候是老挨打的 可是我大了以后我就想 我小时候怎么老挨打呢 就是因为太降啊 太扭啊 太坚持啊 那我就开始调整了 我这个换轻松一点 很多事情不要想到什么就讲 老板讲什么 你就先说好好好再说 那我就变了嘛 所以很多事情看你是要走一条路 还是走两条路 都是你自己的嘛 你说不会改变 他就真的不会改变 你说会变 他就真的会变 所以我们老是在什么命定论 创造论案来扯来扯去啊 一直都是很无聊的事情 我们现在把六岁以前 这个小孩子的教养重点 再把它归纳起来 为什么 因为六岁以前 可以说是一个人的黄金时期 那真正叫做黄金时期 老板讲那个时候他也不懂了什么 叫黄金 但是你就整个人生来看啊 那个六岁以前 他还没有进到小学 他完全是家庭教育 我们必须要说明哦 幼稚园其实是跟家教是一个阶段的 不是分开的 如果幼稚园不能够补足家教的功能 这个幼稚园基本上就是错误的 幼稚园托儿所跟家庭教育 它是合一的 学校 他是从小学中学 然后大学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阶段 我们一定要奠定他一生的基础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认识清楚 小孩是摇摆不定的 我问你小孩为什么摇摆不定 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了 人生是学习的过程 你没有学打架 你一辈子就不会打架 你没有学骂人 你一辈子就不会骂人 你没有学过调皮 你也一辈子不会调皮 这样就很清楚了 所以小孩他一方面要学合作 一方面要学跟你对抗 因为这两种都是生存上必要的东西 所以小孩子顽皮也是在学习 小孩子听话还是在学习 那你骂他什么 我不晓得你骂他什么 因此小孩子他会来往 他会在这两种当中 有时候很合作 有时候很抗拒 有时候很听话 有时候就是不听话 他都在学习啊 那这样小孩子上课 你就觉得这样认真好 那他认真跟你对抗 认真气你的时候 你就很生气 这不很奇怪了 小孩很认真在对抗你 就表示他学习的很认真 那你就应该轻松的面对他 还跟奖励他才对啊 你凭什么骂他打他呢 他会合作 他也会反抗 就表示他有弹性 那我们大人怎么办 我觉得很简单的 就是说当他跟你合作的时候 你就赶快多教他一点 当他开始抗拒的时候 你就少教一点 大人的弹性应该比小孩更大了 没有 我们拗 我教你说你一定要听 我不管你是反抗的 还是听话的 你一定要听 那更应该挨打的就是大人 你跟小孩不听话不听打 那大人不顺到这个自然的规律 那大人说应该挨打呢 这样你就了解到很多事情是我们不对 不是小孩不对 他反抗你的时候 你又知道他在学习反抗 那我怎么样让他学习 就是以后有人抗拒我的时候 我不妨退让一下 那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慢慢将来长大以后 他就知道了 人家对抗我 我退让一点 人家合作的时候 我就稍微静一点 他一辈子都受益了 所以我们在小孩入学以前 你看六岁入学 六岁以前 我们要让他学习什么 学习跟别人相处 那跟别人相处不是完全听话 完全听话就小孩就吃亏了 也不是完全对抗 完全对抗那是一个朋友没有 所以有时候他们就要打架 有时候就要手拿手 有时候嘻嘻哈哈 有时候怒不相向 这都是很正常的一种生活态度 不要说你不乖 我觉得他有什么不乖呢 你大人有情绪啊 为什么他不能学习情绪的反应呢 如果一个小孩从小到大 他始终不懂得反抗 那他怎么活下去啊 各位如果了解到这么一个状况以后啊 你大概就会改变你自己 因为我们要随着他的生活 慢慢的来培养他 将来为人处事的各种的状况 他都能够适应的很好 但你就不能要求他 绝对不能发脾气 大人都会发脾气 为什么小孩不能发脾气呢 大人有时候都会 情绪控制不了 那为什么小孩不能呢 只不过他的样子跟你不一样而已啊 他会躺在地上 他那全身动 你不会 那是因为你不好意思 而且你已经做过了 现在不需要再做了 你这样一想你就痛了 所以 我们做大人的 一定要了解他 来讲他了解我们比较难的 我们了解他比较容易 当他情绪不好的时候 你也不能拗啊 你拗你就该打啊 因为他拗你就打他 那你拗你就该打啊 你这样就很容易给他 进者退职 退者进职 大家相处很愉快 但是相处愉快 你不能放弃你教导的责任 所以 我们要帮助他 翻越那一道墙 其实 零岁到六岁当中 有一道墙 非常重要 叫做四岁半那一道墙 四岁半一翻过去 那后面呢 你可以看 他马上慢慢的变成一个 小大人样子就出来了 小孩子三岁以前呢 他是没有什么性别观念的 所以 那个小孩子有时候玩弄玩弄自己的这种性气啊 你就觉得 他没有没有观念 他还不想那是什么东西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小孩子有时候玩自己的大便 你觉得很紧张很脏啊 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做脏 三岁以前他没有什么男女的观念 他没有 三岁以后他慢慢有兴趣 他们觉得怎么不一样 但是你要小心啊 这个时候 男的他会像爸爸模仿 女的会像妈妈模仿 所以什么小孩子很喜欢搬家家酒 就是他用自居 自居就说我是爸爸 小孩子只要是男的 他慢慢会觉得我是爸爸 那女的就说我是妈妈 所以他们就开始搬家家酒 这是很自然的 也不是大人要他们 这样做他们就这样做 不是 三岁以后他慢慢有性别的观念 他慢慢呢 男的也要越来越像爸爸 走路啊 穿衣服啊 做的样子 讲话的样子啊 这种叫做自居 自居就是我拿我的父亲 来做我的榜样 我自己认为我就是他 那时候模仿的很必争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担心家庭接点比较缺乏就这样 他没有模仿的对象 他没有模仿谁 那四岁的时候 他就要全身去控制他的身体 所以你看那个四岁小很顽皮啊 跳啊 闹啊 然后跑啊 什么东西都抓啊 他就表示说我有信心 我可以控制我的手脚 我可以控制我的身体 你看我跳起来也不会摔跤 我什么都会 他是在建立他自己全面掌控他身体的一种信心 你就让他去跳就好了吗 然后回来就骂他张 有什么好张呢 他在外面跳一跳 他才知道他能跳多高 然后腿伸出去他才知道我的腿是有力的 不然他怎么知道啊 摔跤也是一种学习啊 摔跤了 你不要去理他 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小孩子摔跤 你会发现 他会先看看有没有大人在 没有大人他突然不会哭的 一看到人他就开始哭起来 他哭是哭给大人看的 不是他自己要哭啊 就是大人做错了嘛 小孩子摔跤了 你就跟他讲不要动不要动 就帮助他按钉下来 然后问他说脚也没有受伤 手也没有受伤 没事是不是 那你自己站起来看看 画面是 不行啊 好像是很大不了的事情 就要去扶他啊 就要去弄什么 他就知道了 哈以后我摔跤啊 这是个很好的技巧 那他就开始制造问题啊 吸引你们的注意力啊 最后这个人长大以后啊 就常常会装病 然后很多人根本没有病 他就装病 人家可怜他 同情他 帮助他 就是从拍摔跤 你就开始去照料他 从这里学来 小孩子做什么事情 他没有什么善恶的观念 他有什么善恶的观念 你说他这是有意的 那你是冤枉他 因为他需要你的教导嘛 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 一定把洗手间看成很脏的地方 就是从小一看大小便 脏脏脏脏 其实那有什么脏的呢 我不想那有什么脏的 那从你身体出来的 而且每个人都有的 那什么脏呢 你一认为它是脏的 我们的洗手间永远不干净 就是小时候错误的观念 你如果认为那也不脏 可以处理的很干净 那我们的洗手间 马上变得很干净 所以很多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 他都很不习惯 我们的洗手间怎么那么脏 就是因为我们从小脏脏脏脏脏脏脏 而且一辈子就是脏 我们现在会认为洗手间是脏的 那是应该的 天经地义的事情 就是父母当年乱教 那有什么脏呢 你把它处理好就好了有什么脏呢 厕所应该是很干净的地方 哪一天我们都认为厕所是很干净的地方 它就干净了嘛 你看现在很多地方就很干净了 不应该有臭汇 他就没有臭汇 应该有臭汇 他就抽气训练 我从这个道理啊 来让各位去了解说 其实很多错误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但是我们始终不承认 我们会把他赖给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没有抵抗力吧 你说他不对他就只好认为不对 他很冤枉 我们要知道 一个人 他的智力 他的这种体能 他的知觉 都是在四岁半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四岁半以后 这个脑他不太会再发展了 他不太会了 你在他四岁半以前没有把他好好启发 他这辈子的智力就受限了 所以我们常讲你启发启发 那都是自我安慰的 那都是安慰的 这样你说人有没有运气 当然有运气啊 你四岁半以前碰到懂的父母 他就把你启发了 你就变得很聪明了 你本来很聪明的 他碰到你的父母也不管你 不启发你 那你的智力就受到训练 受到约束 你看为什么这个乡村的人呢 他的体能比较好 就是他四岁半以前 他会跑到外面去玩泥巴 去跑 试试这个软的土地 试试那个硬的石头 他什么都试过以后 他的体能就好了 在乘村出身的人 他一天都晚就关在这个 水泥笼子里面嘛 他懂的什么 所以他行动也比较迟钝 他知觉也比较不理明 这样你才知道 为什么世界上的伟人 大部分是从冯村出来的 这样你就很了解了嘛 所以我们现在一窝风想搬到都市里面去 那就是糟蹋你的小孩子 你去看看那些动物 反正是被关起来 跟放在外面的 是不是不一样 连鸡都要吃那种在外面放生的鸡的何况人 你把他绑在里面 你怎么能养的好 还有我们讲到语言方面 现在问题更严重 五岁以前 家里面不要有两种话 凡是一个人会讲太多的话 你要做的话 他没有一样事情讲得好的 他只能够答意而已 他没有办法 金跟哑 他哑不起来 你跟很多人讲话 他就是不哑 他只会把意见说出来 他没有那种深度 那你有什么办法 像我就好了 我是讲闽南话的 我太太是弗兰人 他讲弗兰话 那我们小孩惨了 我坚持讲闽南话 他跟我太太没办法沟通 我太太坚持要讲母语 母语就是妈妈的话 那他就讲长沙话 那小孩将来又糟糕了 我在国外碰到太多这样的案例 你看有些台湾人 他就很奇怪 他到了美国 还坚持要他小孩讲台湾话 结果害死他小孩了 他小孩长大以后 碰到会讲台湾话 没有几个人 人家都讲普通话 他普通人一笑不通 这时候才后悔 你来得及吗 五岁以前只能讲一种话 就变成他主要 这是他母语 母语就是他主要的语言 因为主要的语言要行出一种直觉的反应 不需要再想这话什么意思 你看我们应该要讲话 我们老是想这话什么意思 人家就觉得我们这个人很疑险了 什么叫做母语 母语就是不必想 你就懂 不必想你就会讲 那个才叫母语 你看中国人讲英语 为什么老是讲中国式的英语 就是我们老是用我们的思考方法去讲英语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说好久不见翻成英文就是 long time no see 那long time no see 根本外国人不会这样讲的 那你说long time no see 对不对 也对啊 好久不见了 他的语言是 不要经过思想 直接的反应 这才叫做你的母语 所以五岁以前家里要协调好 你看我们家到最后是讲普通话 我的小孩不会讲普通话 也不会讲敏南话 但他现在很轻松意快 因为他到美国 他很快可以学很多外国语言 父母要主动跟小孩多说话 不管小孩听不听就懂 你说说说他就懂了 现在我们没有 现在我们两代之间不太沟通 所以两代之间语言不通 你看一阵子你听不懂小孩在讲什么话 就是他已经不讲你的话了 我们就说 这是他们的什么话什么话 这个我们造成 你看以前我们那个话一辈子都听得懂 现在你一阵子你就听不懂年轻人讲什么 是我们造成的 他不跟你讲话 你也不跟他讲话 他们就自己发展出一套语言 然后你就听不懂 那他很少听你的话 所以你讲什么他也听不懂 大家都讲普通话 你讲的我听不懂 我讲的你听不懂 那就算什么语言呢 那我们说就没办法了 这是时善啊 这是时代啊 那都是胡说八道的 你常常跟你讲话 他就讲你的话嘛 他就没有必要去乱创嘛 什么酷啊 什么叫酷 对不对 他们自己创出来了 一天大湾讲 帅哥 没你 听起来都很肉麻了 田底下哪个是帅哥 当田底下满街上都是帅哥的时候 我告诉你 就没有一个是帅哥了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脑筋到这个地步 什么时候学外语 语言学家已经说得很清楚 研究非常成熟 国小四年级 才开始学外语 否则的话 你辈子这辈子没有一种话讲的好的 都是吞吞吐吐 都是只能表达你的很意思 人家讲的深一点你就听不懂了 你也没有话讲的比较高扬的 没办法 那谁倒没 自己倒没 一个小孩到了五岁 他基本上已经不需要大人照料了 因为他已经翻越四岁半这条墙了 所以小孩到五六岁还样样要大人去做的话 就大人要反省 一个小孩到了五岁 他基本上日常生活 拿餐具 洗碗 自己大小便处理 早上起来穿衣服 晚上回来把换洗衣服弄得整整齐齐 放在要洗的地方 书包自己理好 你去检查一下 你小孩没有做到这个地步 他到了五岁 他小孩就显得很聪明 而且很明显的跟四岁就是不一样 他可以读 他可以写 他对数字很有兴趣 所以 我希望各位啊 让小孩学很多没有好处 让他深化 让他丰富化 这个比较重要 凡是跟衣食住行有关的 你让他很熟练 让他自己能处理 他一生受用无求 如果实在要送到幼稚园去的话 那各位 你要看看你的小孩有没有条件去 第一个他要断奶啊 他不断奶 那你到幼稚园怎么办呢 他会走路啊 他不会走路的时候 那谁护士他呢 这两个基本条件有没有 有的小孩拖拖拉拉拉断不着奶 那你怎么把他送到幼稚园去呢 还有他的语言通不通 老师讲的他通听都不懂 那糟糕了 他讲的老师也都不知道 那麻烦了 而且他也没有自居 自居就是说 我是男的 来你 突然怎么办 游戏是小孩的第二生命 所以幼稚园是干嘛 他不是去学东西 是去玩的 那你马上想到 那玩在我家玩就好了 那就在你家就好了 就是你家没有那个环境 不能让他充分的去游戏 而人家幼稚园 布置一个比较良好的 安全的 丰富的 多选择的一种游戏 场所 那他去玩 因为你透过游戏 他很容易学习 而且很容易社会化 因此我们还是说的 你找的幼稚园 他是在配合家庭教育的 其实我有很多幼稚园的朋友 他们问我要怎么办幼稚园 我告诉他们 如果一个小孩到你这个幼稚园来 你很快把他训练到 他回家 看到爸爸会跟爸爸打招呼 看到妈妈会说 妈妈我回来了 你一定很受欢迎 他没有啊 他都在教不学 什么东西不晓得 你教那些干嘛呢 该教的不教 不该教的病病在哪里 宽啊弄得小孩 这些小孩都快神经病了 你看现在小孩动不动就这样 那一辈子完了 你去看那些正常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 就是永远不能成功的人 才常常说这样 我讲不难听话 但是心里很踏实 他觉得很成功 他还要这样吗 很奇怪 自己受骗啊 心甘情愿的受骗 养成了习惯以后很难改啊 你看现在不自觉的 到了高中 到了大学 啊 早前还这样子 你一辈子完了吗 有什么出席吗 生活教育 在这个阶段 比学业更重要 那个学的东西它是经常在变 生活的技能是一辈子不会变的嘛 所以六岁以前我们总结起来 就是要做好入学前的 所需要的准备 大家小孩进小学了 大人都很开心 但小孩是很紧张的 第一个 他从很自由 要开始变成受限制 这是不是是 你看幼稚园哪里有什么上课下课 没有啊 幼稚园还是很自由的啦 你爱出去就出去 爱上厕所就上厕所 爱坐在地上就坐在地上 可是进了小学你可以吗 进了小学开始上课啦 下课啦 他要做规律的生活嘛 要不然老师怎么教 如果你的小孩没有这种概念 他到小学还爱跑出来就跑出来 爱跑去跟老师 扯老师一会就去扯 那他不是笑话吗 老师讲 一个小孩子 他要进小学的 他情绪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他非常希望 进小学 一方面他心里多少有点恐惧 他一方面不晓得会不会怎么样 然后他又一种期待 又相当的紧张 你去想过没有 他不会讲啊 他在心里头乱的不得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母亲就要特别体贴他 跟他讲没有关系 第一天上课 妈妈会在外面 你随时有事情 妈妈会帮你忙 你放心好了 然后让他看看真的你在外面 然后慢慢慢慢你才 离开 最要紧的是入学以前 要养成他一些好习惯 小孩子在六岁以前 他需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照顾他 他任何的事情都没有一件是坏事 因为他没有坏的观念嘛 他有什么坏的观念 他都在学习 然后你告诉他你这个东西在哪里做是可以的 那现在做啊 你最好改变一下 他会解释 你说这样不对不对 他真的想怎么不对呢 他有时候跟庙他说 那爸爸也常发脾气啊 那我稍微发一下就不行了 只有你们大人可以 那就记住 我大了以后我就一直发脾气 所以为什么小时候就看到哪了 就是他已经种下这些音了嘛 谢谢大家 我们上次了 我们上次了 就这样了 我们上次了 我真的想去 原来 我们上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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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